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周深与乐队合作的五个精彩舞台,你对哪一个印象最深刻? 周深是一个大vocal实力歌手,被誉为大气磅礴的时代之声,不仅个人solo很厉害。 每个舞台不仅稳定的可怕,而且都比较出彩,即使和多人组成的乐队合作,也几乎都能产生非常好的火花。 01,周深和萤火虫乐队犬摄乐队《再见萤火虫彩色的黑》。 2019年9月21日,一起乐队把第六七第四次公演,周深作为助演嘉宾,分别与萤火虫乐队演唱《再见萤火虫》。 鱼犬摄乐队演唱《彩色的黑》。 前者乐队主唱是克里斯、尼克,后者乐队主唱是陈乐依。 周深与这两支乐队的合作都非常精彩,至今这两首歌曲仍让人津津乐道。 尤其是乐团领队汪峰的点评,还常常被人拿出来议论。 02,周深和新裤子乐队《不会白白的disco》。 2020年4月24日,周深在歌手当打之年决赛第一轮,与新裤子乐队演唱《不会白白的disco》。 因为不可明说的原因,这次合作算不上太成功。 03,周深和朗朗热带低压乐队《星际列车》。 2020年8月15日,在选秀节目《明日之子》第四季第六期,周深作为契乐教授朗朗邀请的客座老师。 助阵学员舞台。 周深与由赵珂、黄维明、傅思超、苏文浩组成的热带低压乐队演唱《星际列车》。 04,周深和木马乐队《踏事案诞星》。 2020年10月10日,周深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第15期总决赛,与木马乐队演唱《踏事案诞星》。 作为表演嘉宾,周深与木马乐队联媚呈现了一个精彩绝伦的舞台。 05,周深与康姆市乐队《克普勒》。 2022年3月11日,周深在《天赐的声音》第三季第一期,与康姆市乐队演唱《克普勒》。 这首歌曲,双方的合作非常完美,最终夺得第一期推荐金曲荣誉。 以上5个精彩舞台仅仅是周深与乐队合作的例子, 并不包括与电音乐队、合唱团等其他团体的合作。 总的来说,周深与乐队的合作,都能起到重要的催化作用, 最终产生极好的舞台效果。 你对哪一个印象最深刻?